欢迎收看台经Espresso 晚上好,我是佩斯 马股继续回弹 今天连续的第三天上扬 币市上升7.65点 以1858.04点挂收 丰龙研究认为 马股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 还会出现反弹上升的现象 然而相对区域市场 马股的成长持续性的备受质疑 加上8月份是企业财报季节 投资者或保持观望态度 外资今天买进马股 竟买1亿8676万令吉 本地投资机构和散付 则以夺利为主 个别竞卖了1亿5491万令吉 和3185万令吉 接着我们有企业Black&White的单元 由于油漆的产量增加 液化天然气销售的走高 再加上美元汇率的带动 国家石油截至6月30号为止 第二季的净利飙升了37.99% 报收210亿6千万令吉 第二季的营业额按年成长14.69% 报853亿5900万令吉 国有在第二季支付政府70亿令吉的股息 上半年共支付140亿令吉 赚了全年280亿令吉承诺的一半 接着是联昌集团首席执行员 拿多斯里纳西尔透露 联昌集团与信业资本和马屋业洽谈中的 世纪整合计划 可能纯粹透过换股方式进行 没有牵涉任何融资的问题 他指出有关恰堂目前已经展开 短期焦点将暂时放在谈妥整合条件和条款 并赋予股东们在最终议案出炉前 先别对整合计划往下定论 最后是配合倒置收购计划 捷卡控股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一停牌三天 捷卡6月宣布建议发出美股售价25仙的股票 收购油气服务公司 Chill Club技术服务公司和MECIP全球工程 最后导致该公司被导致收购 感谢今天的收看 明天的同样时间见